啊 嫁給他呀你這輩子算是廢 是你 你有沒有看到人 海家家主 知道为何动你吗 大人 让我死得痛快吧 求您告诉我 小的到底错哪了 还敢问 我妻子叶雪荣 前段时间在高清区谈的最新的项目 马上就要谈成了 而你 在背后使阴谋耍诡计 把他的项目夺走 害了他 哭了好久 连我自己 都舍不得让他掉一滴眼泪 而你这帮蝼蚁 居然敢 什么 叶雪荣 那个在家两年的丈夫 就是您 不是 小的该死 小的真不知道 他的丈夫就是您哪 我 求你饶了我吧 求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我要下令 阻你出高摊 永世 不得再踏入漫步 今天他在热眼中 你那你 你这还要 你还要 你叫什么 你这样 我这样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你怎么 我叫你呢 我叫你 你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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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叫你叫你叫你叫她 你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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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吧 姓伟的 你就骑这婆娘来接你媳妇啊 查看你那副德行 表思一样 你怎么好意思来呢 不是这样的 文明哥他刚从布队回来 他没有站稳脚跟 叶雪荣你还自欺欺人呢 他都回来多久了 两年了吧 他除了在家里待着还干我什么呀 文明 你也敢來 真不嫌丟人是吧 連夜 你說說 你這六年在部隊都幹了點什麼 再沒用的人也能混個小官當的嗎 再沒用的人也能混個小官當的嗎 和你呢 回來以後呀什麼都不是 真懷疑你這六年在部隊都幹了點什麼 這六年呀是不是混到故事裡去 你們真想聽我的事 那你倒是說出來呀 那我找找見識看你呀怎麼又六年 做大頭逼了呀混到小班長的 好吧 那我就跟你們大人聊聊 好吧 那我就跟你們大人聊聊 入伍第一年 我因為過人的綜合素質 選入特種部隊肥 我的思維智商和軍事才能 讓整個高層意識到我的家 很快我便成為了核心的聚名 第二年我打出樹齒的勝仗 完成多項極困難的任務 迅速積累我在北京的力量 並行被封為 特種隊長 第三年 我在修羅懲犯的北京 創造了百戰不敗的紀錄 曾經率領數十人的小隊 滅掉敵軍醫師 我也由隊長身為戰場的主隊官 第四年 我已徹底平定北京 被封為北京王 以及修羅戰神的人 第六年 我功成隱退 保留一切封號 以及權利 終身為北京首席總帥 你們要聽的 大概就是這些 詳細的事情 你們也就沒必要知道 我講的只是個大概 你們還滿意嗎 哈哈哈哈 我看你這牛逼吹的都可以的 你不是首席總帥吧 是不是首席吹低王啊 叶雪蓉 你看看你嫁的這是什麼人呀 沒本身算了 你照顧通話沒天明 你跟著這種廢物呀 能過什麼好日子 黎明哥 你沒事吧 安明哥 你沒事吧 幹嘛突然說這些 呀 既然你这么牛逼 那就不准备到某家公司上班了 本来呀准备给你留个保安的位置 现在看呀还是算了吧 别别李李 你是知道的恩明哥他是看个笑而已 听闻今天是叶老先生的诞辰 赖先生叶老先生准备了干净 真是三生有幸啊 居然是赖先生 谁是赖先生 赖先生 巨乡斩老板 他从军界堆来的大人 据说他曾经在北京待过去 意味极稿 现在的身价已经变成10亿了 哎呗 听说你在北京起牛逼的 那赖先生应该听说过你 这样你回头去打个招 只要你敢去 我给你鞠躬道歉 怎么样 我只怕他 受不起 我看你真是疯了 这牛逼都敢吹 那你到时候去啊 老公别理他我们回家吧 老公别理他我们回家吧 对了 听闻今天是叶家老爷子的寿臣 虽然你们没有邀请我 但是 看在我老子的面子上 我也给叶家老爷子 带了寿里 走 你这个是什么破东西啊 今天的寿宴上 就没有多于10万块钱的礼物 哼 要不要随你 随手买来的小玩意罢了 这是一只香炉 拿不长呀 是古董 黑恩明 我看你真是糊涂了吧 这种地摊货 也敢拿来送给老爷子 这可是南汤十二坊的金椒红炉 上周在展览会上 被一个神秘买家买走 好 怎么 这东西真是古董 绝对是真点 这色泽工艺 绝对不是能模仿出来的 而且 这个级别的真剂 价格 最起码在五百万以上 品相如此完好 说不定就价格呀 还能往上看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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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你餓不餓 我给你留了龙虾呢 好大只呢 还有这个 容容 答应我 以后别拿这些东西了 可是 没有可是 听话 这些东西 在北京 连我的冰都吃腻了 北京 那种不毛之地 怎么会有这些 没有 但是可以运来 我们有专利 好 手续大人 今天那张卡 是赖先生给你的 是的 属下嘱咐他 让他照顾您的 夫人的家人 他不知道您的存在 好 下次不要搞这种 不要弄重大排场 是 首先明白 对了 我安排你做的事情 怎么样了 领包大人 信价很顺利 公司因为有您的 庞大资金流 以及各界关系 现在几乎所有的 当地企业 都求着和我们合作 虽然我们现在 只是刚刚成立 但是已经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力 而且 自从两年前 您回到高三市 灭掉了整个新家后 高三市 其实已经变成一盘散杀 想要洗牌 其实轻而易举 好 而且 自从两年前 您回到高三市 灭掉了整个新家后 高三市 其实已经变成了 一盘散杀 想要洗牌 其实轻而易举 好 那明天 就按照我的计划 直接派人 去业家 是 这是怎么回事 车主跟他不仅认识 而且 还对老公如此尊敬 不没理由啊 老公整天 站在家里 怎么会认识 这样的有钱人 老公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老公 刚刚那个人是谁啊 你什么时候认识 开豪车的朋友了 还是被偷看到了 是这样的 我呀 在去 骑电车 接你的路上 跟一个豪车刮蹭 还是 专门过来 道歉的 老公 那你没事吧 我没事 放心吧 那 开车的人特别好 专门过来道歉 还赔了不少钱呢 这样 到时候我就能带你买 好多好吃 老公啊 其实关于工作的事 我已经帮你找好了 工作 我在家做饭不挺好的吗 你不是 特别喜欢 吃我做的饭 爱吃是爱吃 但是 我希望你出去 多跟人买把交道 你也不能总是 在家里待着吧 啊 好吧 那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在我们家的公司 做保安 特别轻松 工资也不低呢 啊 呃 是这样 其实 其实我已经有工作了 好吧 那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在我们家的公司 做保安 特别轻松 工资也不低呢 啊 呃 是这样 其实 其实我已经有工作了 真的吗 嗯 在 慕容集团 安保部 做 做书馆 慕容集团 就是那家新开的公司 听说他背后有一个神秘大人物 而且全高摊的 大集团 都想跟他们搭上关系 老公 你确定你说的是那家慕容集团吗 对 没错 就是那个慕容集团 所以啊 你就放心吧 可是 好了好了 听说昨天晚上海家被灭了 等等 如果说海家没了 那就意味着 我谈的那个单子 之前专给海家了 那现在 对 对方公司说呀 所有的项目呀 都要转回业家 而且 做一千万的平常金呢 那是不是说 我现在可以继续负责我的单子了 哼 你想的没 那肯定是给玲玲姐 董事长 慕容集团的人来了 说要见你 什么 这么突然 快 带我过去 董事长 莫容集团的人来了 说要见您 什么 这么突然 快 带我过去 不好意思 来慢了 不知诸位签来 所以何事 也没什么大事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过来 跟您谈点小生意 小生意 请问谈什么合作 是关于我公司最近开展的新项目吗 在高滩的地产方面呀 我公司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呢 不不 你误会了 我这次过来 是为了收购业生产 具体的收购方案 我们这边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想看的话 可以看一下 给你们三点时间准备 后天下午 我们会派人过来 正式接管 什么情况 慕容集团想要吞掉我们 可是为什么 咱们家在地产业 只是一个小角色 为什么偏偏盯上我们家 他们怎么这么嚣张 一来就要吃掉我们 那如果不同意他们的收购 会怎样 那是找死 慕容集团的幕后老板 手眼通天 据说在高潭市成立整个公司 用了仅仅三天的时间 那各部分是一路绿灯的 那市长都亲自关照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了 他们公司有这么强大吗 这谈 我们绝对是没有好果子吃 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么被收购吗 别无他吧 别无他吧 天要往我夜见 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么被收购吗 别无他吧 天要往我夜见 难道妻子在公司 又被谁欺负了 老婆 老婆 你们公司要没了 他们要收购我们 收购 这不是好事吗 这样一来 你愿意摆脱你们家 他们对你就不公平 可是那是我爸的心血 他从白手起家 看到现在很不容易的 我真的没了 我真的不愿意看到这一天 叔 那我们再想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 他们可是慕容集团 我们根本斗不过的 这 我不是在慕容集团上班吗 你忘了 这样我找找人 兴许能可以呢 真的吗 嗯真的 我跟我们在领导 关系还不错 到时候啊 我说 先把说购 叶家的计划取消吧 啊 可是大人 我这边刚才说 总是因为时间很漫长 先把说购 叶家的计划取消吧 啊 可是大人 我今天刚才说 照我说的错 是 让你求求听吧 听着你声音为你 哪管多风雨天 因我你呀黑 爸 我跟恩明哥说了 他现在在慕容集团上班 也许可以通过关系求求情 什么 那个废物 你要好意思提 我指望他 还不如指望一条狗 就是啊 你也太能吹了吧 那个废物 能跟慕容集团上班 那地方 会要那种无能之辈吗 估计啊 他去了 也就是个保安吧 恩明哥真的在慕容集团 但是 他确实是在安保部门 还真是保安呀 你还指望一个保安 去找关系啊 爸 要不 我们跟凡家说说 只要清阳子家爸打个电话 我们家应该会没事的 找他们车有用吗 对方 可是慕容集团 爸 您忘了 前天 赖先生还派人 给您送来的最香斋的金卡呢 只不过呀 您那天喝多了 先走了 他们做这些呀 都是因为我们跟凡家的关系 所以才这么重视我们 既然凡家的面子这么大 应该 说出出情 不会有问题的 嗯 这事啊 我也听说了 就是一直没有顾上去谢谢赖先生 这样吧 你先给清阳打个电话吧 嗯 嗯 这事啊 我也听说了 就是一直没有顾上去谢谢赖先生 这样吧 你先给清阳打个电话吧 小事包在我身上就行 他们不会不给我凡家面子 好 谢谢老公 真好 嗯 放心吧 我下午我就去找他们谈 你好 请问找谁 我是凡氏集团的副总裁 来找你们领导谈点事情 你们老总有时间吗 凡家 不好意思 没听过 我们这边不接待三流小企业 我说你听清楚没有 凡氏集团 在高摊有谁说没听过我们凡家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只接待资差超过三十个企业 请问你答 莫达标吗 莫达标的话还请你马上出去 不然的话我就叫华儿 喂 爸 有人看不起咱家公司 还要让人动 你管不管 什么 谁这么大胆 就是先看看那家公司 慕容集团 别说咱们家是三个市民 靠 慕容集团 你找死呢 那是我们能得罪的人吗 搞不好 那天把我们也吃掉了 好 慕容集团 那不就是一家宿舍的公司吗 废话 他们资产 他们资产和背景都深入空谱 连高摊的三大皇帝都惹不起的人物 而且听说他们要跟整个高摊市来唱大戏拍 现在大家都人人自卫 你还敢去送上门 真是城市不足 百事有余 老哥 你真有办法呀 慕容集团你别来电话了 谁说过气消了 太效率了 小意思 这点事对我们韩家来说是事吗 我哥 你太棒了 带死你了 你们夜间用了咱家做靠山 凶了着怕谁呀 太好了 不愧是我们家好部位 好贤系 不像我亲人 这人给人是真的没法 哎 云联 这次的事情你也劳苦功高 这样吧 就把你调到公司总经理的位置 听你的能力 也早该接受这个位置 好 谢谢吧 哎 林林 这次的事情你也劳苦功高 这样吧 就把你调到公司总经理的位置 听你的能力 也早该接受这个位置 好 谢谢吧 难道老公平时 满着自己在偷偷做什么吗 就算是再厉害的人物 也不可能拿到这么多啊 这肯定不是真的 老公买这些假的小东西 是为了满足 买心吗 叔 吃饭了 我也就是 来啦 这老公 今天入入联集团答应取消收购了 是吗 真是好事啊 老公 这跟你有关吗 可能有点关系吧 我跟我领导说了 正好我们的领导是我同学 可能有点错误 你同学 那我认识吗 你应该不认识吧 那是我老家的同学 很久以前 对了 你们家没给你点福利吗 比如生殖加薪什么的 没有 他们都认为那是凡西洋的功劳 反而给林烈升了职 成了总经理 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有啊 叶连连连说他去找科学 议判谈了 所以才去销售收购的 所以才去销售收购的 是成了个销售 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你是不是搞错了 算了 这么和你说吧 我老公是樊青阳 也就是樊氏集团的副总 听明白了吗 不好意思 我这边很清楚 你们叶家只有一个人够自够能跟我们经理谈 那就是叶雪荣小姐 其他人一概不见 怎么会这样 叶雪荣喝的喝呢 为何偏偏是他 我看巴特是那贱人 在外边乱勾的谁了吧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待遇 不论如何 也只能让他去 因为这次机会啊 对咱们公司非常重要 绝对不能请 可是爸 行了 别说了 马上去请了 叶雪荣 那可真行呀 在外面 没少给你个废物老公戴绿帽子吧 你说什么呢 还在这装 雾龙集团那个项目 让你亲自过去谈合作 恭喜你呀 尚未成功了 在外面 没少给你个废物老公戴绿帽子吧 你说什么呢 还在这装 雾龙集团那个项目 让你亲自过去谈合作 恭喜你呀 尚未成功了 雾龙集团让我自己去谈合作 还装无辜 真不要脸 勾得上哪位高管了 说来听听 叶灵灵 你说话客气点 要人说话客气 得自己把事情做干净一点 真给我们家长脸 要 这件事会不会也跟雾龙有关 难道他跟雾龙集团高层的那个同学 关系这么好 不可能啊 您好 您就是叶雪蓉小姐吗 功后多时了 里面请 叶雪蓉小姐 这是我们要签的合同 您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请您签字 对了 我们要为了问一下 贵公司的安保部有没有一个姓伟的主管或者是员工 我们主管有一个姓林的 需要我帮你把他叫过来吗 哦 不不不 不用了 我就是问问 麻烦了 原来文明真的骗了自己 他根本没有在这里上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到底是谁在帮助自己做到这一切的 原来文明真的骗了自己 他根本没有在这里上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到底是谁在帮助自己做到这一切的 伟恩明 什么 我都知道了 你别装了 我今天去慕容集团了 你根本就没有在那里上班 对不对 妈妈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 我不管 反正你必须得去工作了 你这样一直在家里会废掉的 行 我听你的 不就是个工作吗 我找一个就是了呗 我听你的 对老婆 我给你买了几十衣服 你别试试他 我觉得很适合 老公 这几个衣服 牌子有点眼熟 很贵的 你去哪来的钱 钱不钱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喜欢 过两天啊 我会带你参加一个活动 到时候 就穿这个 什么活动啊 到时候你知道 我先去做饭 过两天啊 我会带你参加一个活动 到时候 就穿这个 什么活动啊 到时候你知道 我先去做饭 爸 我先去做饭了 咱们家弄到入场 寒了吗 没有呢 我已经喝了很多关系了 很难 好多大家族啊 都想去 每年这入场券 都抢得头破血流的 请咱们家的地位啊 恐怕很难混进去 对了 我最近啊 听小辣消息说 今年的宴会上 有一个重磅嘉宾 但是 没人知道是谁 听说啊 这个大人物 将会隐瞒身份出席 什么 什么样的重磅人物 还要隐瞒身份呀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讲一个事 你听就理解了 这个人 是欧阳荣光 亲自上门 求他来参加宴会的 你说可怕不可怕 而且 欧阳荣光 对于那位大人物的崇拜 也是无以复加 据说 他的发展 也是离不开这位的观照 所以 现在你们有概念了吧 这么厉害的人啊 那到底靠不靠谱呀 绝对没错 现在大家都在传这件事 林林姐 要不然你让姐夫帮帮忙 把我们也带过去呗 那可是东海宴会 凡家 又只是勉勉强强 能够得上 那张路长寒 带多余的人进去 好像不太可能 清阳说了呀 最多只能把我烧上 凡家 又只是勉勉强强 能够得上 那张路长寒 带多余的人进去 好像不太可能 清阳说了呀 最多只能把我烧上 哎 林林 你能不能 给清阳说说 把我也带进去呗 你也知道 咱们家的情况啊 现在不太好 如果错过了 今年的东海宴会 咱们家 还不知道 何年何月 你就去 爸 爸 那我跟清阳说说吧 但我不能保证 一定可以 林林 这个事就全靠你了 不过爸 关于叶雪荣 和慕容集团 新项目合作 那个事 你怎么看 你的意思是说 反正现在叶雪荣 已经和对方 签下来了 慕容集团 那个项目的合作 我们已经拿下了 您真的打算 让他负责呀 林林 言之有理 你叶雪荣 现在的能力啊 也不足以胜上 那这样吧 这个项目啊 就归你负责了 好嘞 谢谢爸 那关于肉厂 含的事啊 我回去好好地 请让他说说 叶雪荣 现在把新城项目 所有的资料 送到我办公室 这个项目呀 不用你 什么 为什么 这是我刚刚 谈好的呀 你谈下来 你就一定能负责嘛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都不懂 真是天真 你 我要去跟爸理论 你谈下来 你就一定能负责嘛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都不懂 真是天真 你 我要去跟爸理论 那你去吧 你就和他说 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命令呀 就是他下的 我告诉你 你就这么跟我顾不去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 怎么样 而且 我让你滚出这个家 记住 跟我说话呀 客气一点 我现在是总经理 你的上司 明白吗 这不是腾心集团 总裁的大门吗 本人里怎么会加到这些命令的微信啊 不如直接在伟人明的朋友圈里 我没有哪位 一切上司 本人能 对 这一群人 坐标 看来这些人也指望不上啊 阎路战神回来了 而且还发了捧一圈 当年是战神提拨我让我活下去才有机会创造现在的事业 所以这次不管什么情况我必须有所表示 马上派人准备市长顶级黑口送回去 当年如果不是战神出手相助 我可能根本没有今天 甚至这个国家早已经灭亡了 当年如果不是战神出手相助 我可能根本没有今天 甚至这个国家早已经灭亡了 现龙金既然战神大人说需要支援 我等四大二话不说 传我的命令 用我最快的转机去给战神大人送钱 让战神明白我国的主意 这首席大人到底是谁啊 其他的东西都送到这儿了 你个蠢娘们什么东西你都敢拿 你不要命了 那人家送上门的难道不要吗 你还是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 等首席大人出现了再说吧 我就是了 我就是了 够个人 一 我就是了 我就是了 那不是葉雪蓉跟美恩明嗎 他們是怎麼有資格來到這裡的 哎你們也在這啊 你們在這幹嘛 當然是來參加宴會 恩明哥有個朋友票剛好多出來 就給我們了 原來你們也來評價了 開什麼玩笑 他會有票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東海宴會 把你們入口下拿來我看看 比我們的高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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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呀 今天会有一位非常厉害的能不降临会场 对呀 欧阳先生亲自请的人 欧阳先生 东台省所赋 在那个人面前 欧阳先生都卑微的不值一提 那这种人 那不是平常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大人物 对呀 太牛逼了吧 这人到底会是谁呀 好期待呀 行了 我听说呀 这个人就在普通的二等级 特别一调 一点也不张扬 行了 你们也别瞎猜了 啊 安明哥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为什么呀 我有点不习惯 老婆 你就待在这 谁也别搭理啊 你记住了 你是我的女人 走到哪里 你都永远是女王 叶雪荣 你藏的够深的呀 刚才看到你的邀请函是二等席的位置 也不告诉我们 我不是 走到哪里 你都永远是女王 叶雪荣 你藏的够深的呀 刚才看到你的邀请函是二等席的位置 也不告诉我们 我不是 行我别说了 我听说贵宾席的客人是可以带朋友过来的 那让我们也坐着 就是平时对家里呀就没点贡献 现在有点好事就藏着掖着 像话嘛 各位嘉宾 欢迎大家的到来 好接下来呢 要到了我们今晚最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 那么下面 所有嘉宾的入场函的号码全都放在了这个箱子里 我们要抽取 今天最幸运的那位 赠送梦之泪滴宝石项链一串 今晚中奖的宾客 他的号码是8012 恭喜这位获奖者 下面我们有请他来到台上来好吗 是我 是我 真的是我 你你拿错了 这是我的 我刚刚放在那的 你拿错了 这明明是我放在那里的 怎么会是你的 你放的 别你名字了吗 这是你的 拿好 叶雪蓉你当老大的跟我们争什么争 你还有点姐姐的样子吗 你就算给我吗 就怎么了 这是说的什么话 还想不想道理 姓伟的 你个废物 还不这么跟我说话 告诉你 别以为给点小文小贵 我们家就欠你的了 我们家的事 他都到你来说话 你好 我就是8012号 我叫叶琳琳 你就硬退吗 敢在我的地盘上做东西 敢得不小 来人 给我拉出去 告诉大家 我们的入场寒呢 都录入了个人信息 我们的技术非常先进 刚才那个女人 连名字都不对 肯定是冒充的 这种人 不配参加我们的宴会 好了 接下来 我们有请 8012号 真正的主人 上台 叶雪蓉小姐 在现场吗 有请 别怕 去吧 就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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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看我的项链 怎么样 这是特别好看 真漂亮 叶小姐 项链不错呀 谢谢 走 跟我过去喝一杯 我那可是头的东西 一般人做不了 可别不珍惜机会 不要 好吧 既然人家邀请咱了 那咱去吧 好 那地方是你能坐的吗 我只邀请了他 不包括你 你邀请我老婆 我不能一起 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呀 我可是前家大少爷 钱正瑜 实相的话 赶紧滚 别他妈让我生气 一会儿给你两万万 来你媳妇一晚上 立马就滚蛋 今天你签约性情好 我不跟你计较 你邀请我老婆 我不能一起 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呀 我可是前家大少爷 钱正瑜 实相的话 赶紧滚 别他妈让我生气 一会儿给你两万万 买你媳妇一晚上 自己马里滚蛋 今天你签约性情好 我不跟你计较 前家大少爷 是 好 我也给你一个机 现在 马上给我道个歉 我可以当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可以留你条命 机会 只有一次 你说什么 我说给你个机会 留你条命 还要我说两遍吗 妈等着 我找人弄死你 我老婆不是有意的 我带她向您认错 你老婆 你罚我好了 不用认错 你是我的女 不用想任何人 是谁在这儿闹事 欧阳叔 你来的正好 这个家伙 敢让我们前家 你算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敢在我的夜会闹事 欧阳叔 你这是不给我们前家面子 小小前家 有什么面子 是我给你们面子 让你们再调整 但是 不是让你在这里闹事 赶紧给伟先生道歉 然后从这里滚出去 什么 我给他道歉 你觉得你不道歉 能从这个门里走出去吗 你觉得你不道歉 能从这个门里走出去吗 你该道歉 你该道歉的人 是我老婆 妈的 你还敢得罪进尺 狗屈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家安静 我说两句 我们东海宴会 是以交流和公平的宴会 尤其是今天这个日子 有战神大人在场 在他的眼皮底下 我们更不能领平 前家少爷 这种仗势欺人的行动 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 都是在家的错 请大人宽恕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人这次签查 我会让他们 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件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看在你费心思的份上 我不追究你 但是 东海宴会 以后就不要再办 我不喜欢 好 就这样 马上派人 对前家出手 三天之内 全部倒台 马上派人 对前家出手 三天之内 全部倒台 到底是什么人 吃了雄星豹子胆 敢动我前头的儿子 爸 这次是欧阳人工亲自出面 他把我赶了出去 你一定要替人家出头啊 什么 欧阳人工亲自出手 是啊 他还说 如果咱们继续跟他作对 他就灭了咱们 一个逆子 看看你干什么好事 你全完了 什么 爸 你说 为什么欧阳荣光 要帮北恩明那个废物啊 我看那家伙啊 是越来越狂了 这次宴会上 让他逃过这一劫 难道事后 钱就不会找他算正了 如果牵连到我们家 那可就麻烦了 对 老公 你得把我报仇呀 放心吧 林玲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老公 你得把我报仇呀 放心吧 林玲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老公你知道吗 今天在高滩商场门口啊 有人求婚 那个人嚣张跋扈的 后来啊 来了个神秘人 那个神秘人 把那个人给教训了一顿 你猜大家都叫他叫什么 叫什么呀 跑车地 跑车地 嗯 这个名字我喜欢啊 啊 啊 没事 这跟我也没关系 对对 老公 老公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家住的房子有点小呀 老公 我觉得还可以啊 咱们两个人住刚刚好 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挺喜欢这儿的吗 对啊 可是我最近总觉得我们住的房子有点小 弄得我很不舒服 你不觉得吗 老公 现在高滩的房子可不便宜呢 约长约贵 我觉得咱俩住这儿挺好的 干嘛你挑 我觉得咱俩住这儿挺好的 干嘛你挑 叶经理说了 这个项目暂时交给你负责 不过他特地让我提醒你 这个合作非常重要 你最好不要弄砸了 否则后果很严重 喂 杨少爷 事情如何了 我们这边什么时候出手 就这两天吧 记得啊 到时候下手要狠一点 啊对了 别忘了把叶雪蓉给我扣下来 然后马上联系我 让我去办了 你明白怎么做啊 特地交给我们 您就放心吧 你明白怎么做啊 特地交给我们 您就放心吧 大人 最近慕容集团的成本项目 叶家又交给叶雪蓉付责了 啊 有趣啊 这又是什么意思 属下估计 这个叶灵灵估计是在计划 大人 标总 他们估计是要给项目下手 这样 你们多备点人 在宫殿那边挡着 还有 我要买别墅 这几个不行 花也不上了 这也不行 位置太偏了 老婆上门不方便 就这个 您好 是叶雪蓉小姐吗 我们是慕容集团的 这边为了对您工作的感谢 有一点小礼物打算送给您 啊 太不好意思了吧 让你们和我们合作已经很荣幸了 千万别这么说 有您这么专业的项目负责人是我们的幸运 我们送您的礼物 是一栋小房子为期五年的居住权 还请您笑纳 啊 真的吗 是哪里的房子啊 嗯 具体地方可能有点偏僻 在南山 如果您先远的话 我可以再给您换地方 可是 南山哪里有什么小区啊 等等 除非是 等一下 该不会是南山别墅区 老婆 慕容集团竟然送了我一套别墅 是吗 那个地方很贵吗 那个地方可是天价 就算只住五年 也有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是吗 我老婆运气真好 我跟着你 也算是享福了 老婆 这哪一栋是我们的呀 应该是最里面的那栋吧 是吗 哟 这不叶雪蓉吗 怎么还带着你那废物老公来了 杨青 你怎么在这里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这里可是南山别墅区 老的就住这 你们的资格 恐怕也就只能在下面 站样站样吧 我说亲爱的 他们可别是进来偷东西的吧 可得提醒保安 注点益才行 放心 这里的安保系统 可是全是最严密的了 别说是小偷 就算是一只苍蝇都进不来 你们太欺负人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这里的住户 既然你那么牛 那你的通行卡呢 这里的每位住户可都有专属的通行卡 否则连大门都进不来 懂吗 亲爱的 你跟他说这个干嘛 你看他们的穷酸样 连车都没有 住南山别墅区的人 不能坐公交吧 真是个小机灵鬼 车 我会给我老婆买的 你们这两个杂碎 碍眼的很 最好现在给我滚开 妈的 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找死啊 我的天 今天有贵宾啊 等等 那是五管家的 亲爱的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你都不知道 五管家是S栋别墅的专属管家 据说 前几天 那种房子 突然被一名神秘大牢给买下了 看来 今天能一堵真容啊 我说 今天 你们也能算是开眼了 能见到S级别墅的主人 行了 别在这傻站着了 赶紧开溜吧 等会儿 我也把你们赶走 可就不好看了 我跟他一起 这是在做梦 买下S级别墅的人 居然是叶雪荣 就凭叶佳奈的实力 不管家 这是在做梦 买下S级别墅的人 居然是叶雪荣 就凭叶佳奈的实力 叶小姐 二位好 你们怎么没让我们接你们去 我们的转车 从室内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接送的 没事的 不用那么麻烦了 那好吧 二位 里边请 你们两个还不滚 我不走 二位以后住在南山别墅区 生活上以后有什么需要 只管家我就行 我将随时为你们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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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得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二位觉得可以的话 再过几天 马上就可以半年来住了 好啊 什么是 这个物业费和保养费 一定很贵吧 我们负担不起了 业业姐 你放心 这些都是买房送送的服务 三年之内不需要甘心这些 居然真的有一天能住进这梦寐以求的地方 仿佛像做梦一样 经理 咱们家工地上出事了 你快去看看吧 爸 看来这伙人应该是想要额钱的 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没事 无非就是要点钱办了 现在呀 派人去跟他们谈 问个事 如果合理的话 就当货财免赛了 不过呀 咱们家也仅限于三百万 绝对不能超过这个事 叶雪荣 你作为负责人 今天你的责任很大 懂吗 你马上去给我沟通好 否则 就不要再回来了 老婆 听说家里工地出麻烦了是吗 老婆 听说家里工地出麻烦了是吗 是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问了 这样 明天 你让人只管照常开工就好了 到时候 我陪你一块去 经理 不好了 他们的人又来了 我是夜市集团的项目经理 你想干嘛 你好 你就是夜小顶呀 认得老的吗 你就是刀疤哥对吗 认识我呀 认识我呀 你们胆子不小啊 认识我 还敢在我的地方开工 拿我说话当帮屁的 为什么要跟你打招呼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违法的 你敢 你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妞 你记住了 在城北 老子就是天 今天不光不让你们失望 我还得办了你 小妞 你记住了 在城北 老子就是天 今天不光不让你们失望 我还得办了你 你敢 我敢不敢 你马上就知道了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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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骂 你回我的话 不可人家 i'm so hard to the towel 做的啊 没有差 没人家我的家 现在话多来话 我发光发亮 要做到发光发亮 你对我皮囊说 但我零魂关 小妞 现在请你回屋 这里 交给我 老婆 放心吧 这里交给我 我能应付得了 老婆 你要小心点 我不会怕风 有这么大 找不我钱 他就让你骂 体会我的话 不可能 你这只刀疤 我 屁 来 我告诉你 别以为能打你就牛逼 我身后的人 你惹不起 你知道吗 我不会怕风 有点大 不过就怕 你没法 机会我的话 跟你讲 i'm so hard to the towel 做的啊 没有差 没来评价 我的家 神的话 是我来话 我 告诉你 别以为能打你就牛逼 我身后的人 你惹不起 你知道吗 老婆 啊 啊 啊 你 想把我发亮 想把我不认为 现在都在这样 现在能跟我说 是谁在幕后指使你的吗 范青阳 范青阳 果然是她 这事跟叶玲玲脱不了感情 一定是这位狗男女何某某 才会搞出这个事情 居然 对自己清醒 结构如此下手 把你这些年 巧取豪夺夺来的钱 全部用来赔偿工地损失 然后你 我留在这个工地 干三个月的活 这事 就算完了 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不不不 爷爷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这样行 我希望今天的事情 不要跟你们夜惊一出 听明白 我希望你能够 听明白 我希望你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番总 刀疤的兄弟全都被灭了 什么 刀疤的兄弟全被灭了 这 怎么可能呢 是真的番总 而且对方好像就一个人 刀疤兄弟上百号人 你跟我说全被一个人灭了 你跟我讲神话故事啊 消息已经传开了 成美刀疤覆灭的消息 让道上乱生了一波粥 这次的事情 蓉蓉办的不错 值得表扬 既然这次 这么有成绩 那蓉蓉 你就继续好好负责这个项目吧 不要让我失望啊 不会的爸 这么有成绩 那蓉蓉 你就继续好好负责这个项目吧 不要让我失望啊 不会的爸 蓉蓉 蓉蓉蓉 你个废物 我真后悔嫁给你 我靠你啊 一点都靠不住 还得说我自己来 喂爸 你真打算把那个项目 交给那个吃里扒味的叶雪蓉呀 为什么这么说 他做什么了 你还没蒙在鼓里呢 你知不知道 那个叶雪蓉 偷咱家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怎么回事 你没发现吗 那个叶雪蓉 最近用的化妆品什么的 越来越好了 还有你忘了 就在上次宴会 他穿的那件礼服 可是名牌 没个好几万呀 可下不来 他什么时候穿得起 那么贵的衣服呀 蓉蓉 现在成本这个项目 对咱们家的重要性 你应该很清楚 做什么事 要分清楚 林姐姐就算有什么不对的 也等项目结束再说 爸 那您这意思 是不打算追究了 追究 你说什么偷钱的事情是吧 如果你真想让我查账 那我就把公司账目翻出来好好对 你确定要这样吗 追究 你说什么偷钱的事情是吧 如果你真想让我查账 那我就把公司账目翻出来好好对 对 你确定要这样吗 蓮蓉啊 妈给你的东西都拿到了吗 我祝福你的 可千万宝贴啊 行了 别委屈了啊 妈 最心疼你了 靠你啊 果然不行 看看 这些呀 可全是我家的 老婆 你家什么时候有这实力了 哎 这个 这可是光飞出产的真金项链 哎 这个 这可是保真坊出产的顶级的飞飞手镯啊 这可都是全球知名的艺术品啊 那这些值多少钱呀 多少钱 就这个 最起码一千万起步 这一套下来 至少五六千万了 你要把这个在手上 那也太奢侈了吧 哎 这 不是说假的吧 嗯 也不好说 哎这样 以防万一 也别磕着碰着 咱们哪小心没上 那你看看 这两方卡值多少钱 大猫 你 你要这什么卡吗 这可是高台银行的全球至尊VIP卡 这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 全球拥有他的可不到100个人啊 是 是 你 你 你要这什么卡吗 这可是高台银行的全球至尊VIP卡 这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 全球拥有他的可不到100个人啊 你 你这一下是两张 那这卡 真的假的呀 哎 哎 取一二眼就知道了吗 两位贵宾 请问想在我们银行办理什么业务 我就想看看这张卡到底值多少钱 哇先生这可是至尊黑卡 每张卡至少可以派用一个一起步 只有一 不过目前这张卡还没激活 激活现在就激活 是是是是您稍等您稍等 这两个发达了 两张卡就是两个亿 不过你是从哪弄来的这张卡 这不是最近和不容计团有合作吗 那是他们领导 所以啊 他们送我呢 不过 你是从哪弄来的这张卡 这不是最近和不容计团有合作吗 那是他们领导 所以啊 他们送我呢 喂 总裁有重要消息 哎呀有什么事啊 慢慢的说 慌了慌了干什么呀 对不起总裁是这样的 我们下属分行传来消息 说咱们那些送给战神大人的顶级维尾黑卡 就一张被激活了 他开始被使用了 什么 真的 这有什么可慌张的 这真好事啊 可是 总裁 他们说这个卡的使用者 好像身份有点不太对 居然是一个姓凡的人 并不是战神所在的业家啊 也不会有人偷了战神大人的卡吗 那就先让他抱住安全密码 如果说不出来的话 就让他们先把他控制住 一定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麻烦两位还得稍等一下 关于这张卡 想跟你们再问点情况 到底要聊什么 我们可是黑卡 耽误了我们时间 你知道有多难对我 很快就好 是激活门卡之前 需要一个安全密码 请问 你们知道密码吗 密码 是 是 不知道密码 说吧 他到底从哪儿了 我家的 不行吗 我忘了密码 怎么了 那你知道 赤卡人的名字吗 有什么 我们就喜欢送给你们的吗 其实 是 我一心 一心 我一心 给你 你个傻丫 你这么痛 我说 你们胆子可不血黄 连至尊黑卡都敢偷 知道你们偷的是什么人的卡吗 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 看你们能不能走出这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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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没什么会得罪他们 据说好像是因为叫什么 黑卡 黑卡 你个傻娘们 我早就去告诉你 那些东西不要动 不要动 你怎么就不听 这下巴 高谈银行打电话来说 那黑卡的主任 不是一般人能够得罪的请的 他们两个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这都是你害的 喂 亲家 这两个孩子的事 我是没办法 你全靠你了 你少跟我废话 我看都是你们家这个散门性 才把儿子连累了 要是我儿子出不来 我给你们家没完 老公不好了 一连一和范青要出事了 过什么劲了慢慢说坐下 据说他们今天去高谈银行的时候 拿了两张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被扣下了 什么东西 听爸说 好像是两张黑卡 黑卡 据说他们今天去高谈银行的时候 拿了两张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被扣下了 什么东西 听爸说好像是两张黑卡 黑卡 而且还是两张 你说他们这都是什么事啊 这张黑卡卡 那樊家这么有能耐 没人管吗 樊家能有什么能耐啊 那可是高谈银行 高谈银行可是全球连锁的银行巨头 他们根本就连他们的面都见不着 老婆你别担心 我想想办法 你先给我讲讲具体怎么回事 就是有一天 突然有一个人往我们家送了一堆东西 像什么金银猪宝啊 首饰啊 还有黑卡什么的 结果我妈就偷偷拿给他们了 我妈也真是的 上面写了什么吗 没说送给谁的 上面写了 好像是写着什么首席大人亲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全送到我家去了 真是坑人啊 首席大人亲戚 竟然是送给自己 却怎么合着 合着 是我害太太主要 帮我查一查 最近 是不是有什么人向我送东西啊 是 是 首席大人亲戚 竟然是送给自己的 却怎么合着 是 我害太主要 帮我查一查 最近 是不是有什么人向我送东西啊 是 客人 冒昧的问一句 那个 您是不是前两天手机被投了 什么 没有啊 怎么了 那麻烦您看一眼手机微信吧 就明白了 哎 谁给我发的方圈 哎 你干嘛呢 有事 我来找人 找人 这不是你要饭的地方 懂吗 出去 我来找人 解决点事情 不行吗 行 那我打个电话 总行吧 我来找人 解决点事情 不行吗 就你 我告诉你 这里的人 养了狗 我都给你值钱 赶紧问 行 那我打个电话 就行吧 总裁先生 这下是 少废话 你知不知道你们在给谁打个刀 竟然 连那位大人你们也拦在那边 对不起 总裁先生 可是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告诉你 黑卡的主任 已经亲自驾到了 你们手下那帮蠢材 把他给拦在了外面 你马上出去迎接 是是是 爸 不好意思 请问黑卡主任的姓名 伟安宁 安宁的 9999527 够了 啊 够了够了够了 先生 我已经把通宁东西的贼 已经抓起来了 下一步 准备处理他们 这啥米弄在这 来银行打扫卫生的吧 现在怎么什么人都能进高三里 这些 这啥米弄在这 来银行打扫卫生的吧 现在怎么什么人都能进高三里 好 好 我们到废主任 你 你凭什么打我 废主任 是替手皮打人 行了 今天这事就这样 你们两个 可以走了 啊 不是 没有 黑卡的主任 已经从你走 魏安宁 你 你真的认识首席大人 怎么 很奇怪吧 还有啊 告诉你家里人 把那些箱子 收拾好 过两天 我会去取 怎么可能的事 那个废物居然认识首席大人 不光是这 我前两天听说 叶雪荣他们俩还换了新房子 不是 他们哪里有钱去买新房子 当然不是他们买的 我听说是慕容集团送给他 你们猜是哪里的房子 南山别墅区 南山别墅区 他们哪里有钱去买新房子 当然不是他们买的 我听说是慕容集团送给他 你们猜是哪里的房子 南山别墅区 你别瞎说 爸 我真没开玩笑 这是我听我一个朋友 杨家少爷 杨青说的 他也住在南山别墅区 以前他和叶雪荣是同学 他说叶雪荣和韦恩明 不仅搬到了南山别墅区 而且还是那栋S级别墅 我就说 那家伙怎么可能有这个本事 还不是靠我们家里 爸 姓伟的 你来得正好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说 你为什么打我姐 谁给你那胆子 你以为 我不给他点惩戒 首席大人能饶过他吗 还有 我是来通知你们 赶紧把那些礼物规制好 过两天 我要物归原主 原主 你是说 你要去送给首席大人 当然 文艳明 那样的大人物 他怎么会认识你这种人 因为 我在战场上救过他一命 他这是报恩 不行吗 这些礼物 是别人送给首席大人的 由我保管而已 因为弄错了我的地址 所以才寄到这儿来 首席大人 现在已经不在国内了 过两天 我要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他 所以 我奉劝你们 最好少动 买心思 因为弄错了我的地址 所以才寄到这儿来 首席大人 现在已经不在国内了 过两天 我要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他 所以 我奉劝你们 最好少动 买心思 说什么呢 姓伟的 谁都买心思了 少在这儿指桑骂怀的 文艳苗 这个首席大人 他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如此的地位 这个 这个是最高军事机密 你们 还没有资格过问 我只能告诉你们 他是个在战场上 立功无数的 所以 才有如此成绩 知道太多 对你们没好处 爸 既然他们能住在南山别墅区 那我们也应该一起搬过去 就是 这老房子呀 我早就不想住了 凭什么 让他们自己享福呀 就是 也许如能住大别墅 不就是靠我们公司 才有的机会吗 要不然慕容集团 怎么能认识他 我看呐 这房子 应该送给我们才对 好 就这么定了 过两天 我去找叶雪荣坛 我还就不信了 他敢不同意 我看呐 这房子 应该送给我们才对 就这么定了 过两天 我去找叶雪荣坛 我还就不信了 他敢不同意 哎 老女 让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无功不受禄 莫名其妙送来这么多东西 这尤损我战神的名声 我的天啊 这些东西都是那位大人物的吗 这得值多少钱啊 对了老公 你那天去我家的时候 他们没有跟你说一些 男性的话吧 没有 放心吧 他们都很客气 那就好 可是 那个首席 不会怪罪他们吧 放心吧 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其实这种小事 对他来说 不值一提 明白的 这前段时间 你的兵可是真威风 这正规部队都平息不冷的 黑波 你那人况去 两个小时就结束 那些行动全程是变化的 远程指挥啊 啊 你那人况去 两个小时就结束 那些行动全程是变化的 远程指挥啊 随便指点一下罢了 像那种程度的敌人 其实不用我亲自到场 就能轻易解决 为了解 台四国王族的公主 都不重力 举国上下的名义 都束手无策 国王如此和我联系 想恳请你 出手相救 你看 这个面子 你能给他吗 至于酬劳方面 他愿意 任意开价 他还允诺啊 可以给你 他本国王爵的身体 我不是那种 随便就能请得动的人 这 他们应该很清楚 尤其是 因为这种利益 简直太荒唐 是 这我知道 国王和我是多年的老友 我才 赶紧帮他 会得谈谈 既然你没有这个意愿 那我 回复他就是 其实 关于他这个病 我多少有所耳闻 就是 经常出现 患听患事 洗冷时怕光 这个症状 不是什么怪病 不过是中了一种 叫做舌城中的毒霸 你让他用银针 蘸了银杏水 刺中 海门血 大约半个时辰吧 应该就会痊愈 像这种事 何须我来出手啊 啊 是这样了 那太好了 我会尽快告诉他 国王要是知道这事啊 他一定要会对你感激不尽啊 对了 我前段跟你说那事 怎样 什么事 装傻 当然是跟我孙女友结婚的事 怎么样 我不会忘了 老首长 你又在开玩笑了 开玩笑 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 我是结了婚呢 您又不是不知道 那大家离婚 这实在不行 这个 在取义房也不是不可以 我不在意 影儿也说 他也完全不在意 我介意 恕我之言 这个就这种 凡夫俗女 你能看得上 他不过是小小高贪 是一个 谁说是容貌 可他终归是普通 小门小户人家 配得上你 谁说是容貌 可他终归是 小门小户人家 配得上你 在我眼里 这世界上的任何女人 都没法跟他比 那我不管 反正这段时间 你安置一下 过几天 我让你们来见你 谢谢 龙爷 你好 我是樊心阳 关于您外省刀疤的事 我这有点消息 龙爷 不如这样 咱们设个圈子 我跟他手 把他约出来 然后您 办了 有种办 大老弟 容易不错 只要能帮到龙爷 就是我反某的姓氏 大 容容 最近城北的项目进展如何 初步工作已经完成了 一切都正在进行中 非常顺利 好 听说 你们最近要搬新家了 最近城北的项目进展如何 初步工作已经完成了 一切都正在进行中 非常顺利 好 听说 你们最近要搬新家了 对啊 爸 你都知道了 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慕容集团送了我一套南山别墅 想着你们一起搬过去住呢 你不用担心 房子可大了 上下好几层的 有好多个房间 恩 明哥他不会介意的 好 回头啊 我跟你妈商量商量啊 那你们这段时间呢 不行就搬回咱们叶家老宅来吧 毕竟也是别墅 比你们租住的那个房子 空间要大得多 这么些年 你妈也快想你 好啊 我早就想跟你们一起住了 文明 你在哪呢 我在家呢 我请你吃个饭 顺便谢谢你上回帮我们的事 不必了吧 有什么不必的 一家人应该的 我现在开车去接你 那算了 你告诉我位置 我自己过去 快点来啊 我在这儿等你 你告诉我位置 我自己过去 快点来啊 我在这儿等你 这是哪一处啊 小爸 请我吃个饭 有必要搞这么大牌照吗 小美的 你还真才没理由我来请你吃饭呢 你在外面惹了多少事 你不知道吗 今天就是你的喜气 是吗 那我 真想借着钱 这人 我给交给你了 小人 老子 是你动作伤务的买什么到八 救手 放手 还没用跪下 不如 让你的人过来帮我 因为 我找这么大 玫瑰 好 盛起来 去帮他 我不 就这种程度的垃圾 也敢出来倒架 就这种程度的垃圾 也敢出来打架 有些甚少 怪不得到八叔在一手里 就请你这本事 能活得离开这里吗 叫龙三是吧 行 上事一点 你就说 你在市里的靠山是谁吗 你都不是资讯咱们写 行 我今天告诉你 市里二把手 是我老大 高滩地下亲近 老子就是点 让高滩 二把手 你 你 你他妈说什么 搬什么大角色 想让市里二把手下台 嗯 老子到这看了 二把手啥时候下台 嗯 嗯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开什么玩笑 大哥 你说什么 老板 快点跑 我这帮玩蛋了 上面突然出手 很快就会查到 大哥 你说什么 你是谁要大手 谁才对你动手 你个蠢货 你根本就 自给他们这天有多高 我告诉你 这次是直接从省里来的从事 去说 背后是省大天津的人物通知的 我肯定是惹到人了 你 到底什么人 楼三是吧 我站了 你的地位 还不足以问我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资格 差的太 太 我看 你在高滩的地下世界 还有这么点影响 所以 足可让你活命 但是 接下来一个月内 你要为我办事 我要用一个月时间 把高滩地下世界 全部清理干净 一个月后 你把你所有的资产交出 然后滚出高滩 在这之前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走路 谢谢大老 谢谢大老 提前 走路 谢谢大老 谢谢大老提前 以后 就说你的新大哥 叫严罗 记住了 从今天起 高滩地下世界 我就是吗 规则 由我来定 今天不是说好了吗 你家人在一块距离 这委员明怎么还不来 他不会跟我们摆谱了吧 让他过来和我们吃饭呀 那是赏他面子了 他还以为我们求着他来呢 爸 当初 您就不应该进入他进我们家族 这家伙 还当鼻子上脸了 爸 我实话告诉你 他作伴是来不了了 什么为什么 你们还不知道 他最近得罪了太多人 现在道上很多人都在查查 你别乱说 明哥他不会得罪人的 他一定会来的 是吗 能不能来 一会就知道 老公 当天怎么回事啊 是真的吗 放心 放心 我找到人是龙女 还真啊 老公 当天怎么回事啊 是真的吗 放心 我找到人是龙女 死定了 真啊 爸 不好意思啊 路上有点事 来晚了 文明哥 来咱们自己家中客戏干嘛呀 快来坐吧 嗯 您不是说找到龙爷们 这怎么回事 这家伙有三头六臂 谁也上里的龙女 老公 你们家那房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装修好呀 好 快了 快的话 一个月左右 但是我想让他们装得精细一些 我可能直接会烧场一些 别呀 文明 你看咱们家这房子这么老了 这年久失修的 再说 爸妈年纪也大了 这现在不住新房子 那以后恐怕也没机会了 哎 恩明 你现在还没工作吧 要不 家里给你安排个位置好了 太好了爸 你早该给恩明哥找一个工作了 恩明哥 快谢谢咱爸 不用不用 怎么说 恩明对咱们家 也是做出了大的贡献 爸 咱们家公司 招人门槛很高的 你确定 要让这个没有学历的人 进咱家 你说什么呢 恩明 也是部队上不援的 那怎么也比上学有件是吧 怎么 找那种人就想对付我 以为 我就这么点本是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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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是他逼我这么干的 这事跟我无关啊 樊青阳 我告诉你 你可以仗着那点亲戚关系 继续过作死 不过 一旦等到我不想忍你的那一天 你就彻底完了 你就是 你就是 本明 对 我就是 不是我说 催款这活你干得了吗 我们部门可不养闲人 我想 我想我可以试一试 试试 那行 那你就讨 正男之夜这笔款 怎么样 能办到吗 都可以 但我说话告诉你 这笔款已经欠了九个月了 你要是能要到 我算你有本事 哦 我尽量 爸 咱们家公司招人门槛很高的 你确定要让这个没有学历的人进咱家 你说什么呢 恩明也是部队上复员的 那怎么也比上学有见是吧 爸 你打算让恩明哥去哪个部门呀 嗯 我已经想好了 咱们公司财务部啊 还有一个催款专员的位置空着 不如就用恩明来做吧 可以 这个工作没什么难度 那好 恩明 一个月给你五千块钱 你明天就开始上班吧 恩明 这家虽然说现在接受了你 但也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干 明白吗 以后这家务活呀 你该干就得干 什么擦地做饭洗衣服 你自己又要演一劲 恩明哥又不是来我们家做保姆的 怎么 让他干两活还不乐意了 盛盛盛 没事 我做女婿的嘛 这两活 不算是吧 哎 安明啊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怎么 找那种人就想对付我 以为 我就重点本是吗 但我说话告诉你 这笔款已经欠了九个月了 你要是能要到 我算你有本事 好 我尽量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好债 好债的 出去 我要是不能 现在他说 你们老板在哪儿了 我们公司高层都去给老总开生日会了 财务 财务那边没人能处理 生日会在哪儿 是是是汤海饭店 哈喽 来啦 来啦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那边有啊 接着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 哎不客气不客气 谁是签证男 你干嘛呢 我是来催款的 你们去年八月份 签了夜市集团一笔工程尾款没有结 连本带利 一共八百三十三万 麻烦你结一下 哦 可以 不也就八百多万是吧 这点钱 我前老板还是有的 但是 你这个扫了我的幸 所以这钱 想拿走 你跪下给我磕头 才能拿走 一个头 一万 听见没 你磕了头 前老板自然就把钱给你了 妈的 谁给你的咋子站起来 这样 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 赶紧老老实实把钱还 我劝你们 最好听话 这样 大家都好 按着这磕头 啥呢 哎呀 卫先生 太巧了 我刚刚听说你到这 我就赶紧跑过来了 哎呀 实在抱歉打扰你呀 呃 不过在下 能否请卫先生 喝一杯 够了 我正忙着讨债 不过在下 能否请卫先生 喝一杯 不了 我正忙着讨债 他是事态动一把手 连大人都如此 可眼前这个家伙 竟然嗓不比面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男人他 他 他到底是什么来的 伟先生 这个人欠你钱 啊 欠的不少呢 钱挣男是吧 来人 有 爸他公司的资产 全部给我冻结 查封挣男之业 别别别别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这钱我马上还 我马上还 你钱我别给我这种人一样 刚刚 给你机会的事 你总是不想珍惜 这件事 就交给你办理 办好了 我会跟上面说的 喝酒 就不必 好 我给市政府几位领导 可是误交我 你狂风大量 你可千万不要出了我这事 告诉你 今天 这事你跟谁认识都不管用 因为 你得罪的是那位先生 把钱老实还了 等候惩罚吧 哼 告诉你 今天 这事你跟谁认识都不管用 把钱老实还了 等候惩罚吧 哼 这个新来的 居然把这男之业的钱要了 他们是个废物 怎么会有这种人的事 难道真的只是因此 来 艾明 坐 这次坐得不错啊 以后继续努力 艾明哥 你太棒了 你怎么这么厉害 不是我厉害 可能是运气好 市里刚好查他 他就把钱花了 韦恩铭这家伙 一定没那么简单 他肯定还有秘密藏着 哼哼 等着吧 一定要找出 韦恩铭 帮我把衣服洗了 哦 小青 你跟谁聊天呢 这么开心 你听说过甜点时间 网上很红的那个跑车地吗 就是那个 从大千城的停车场 开出一整排好车的 那个男人 嗯 好像听说过 怎么了 告诉你 他现在呀 是我男朋友了 就是那个 从大千城的停车场 开出一整排好车的 那个男人 嗯 好像听说过 怎么了 告诉你 他现在呀 是我男朋友了 哇 真的吗 那么恭喜你呀 你们怎么认识的 网上呗 网上 网上很不靠谱的 网上那些有钱人 怎么可能在网上找女朋友啊 你懂什么 现在的那些富豪啊 身边都是那些白军女 他们呀都看腻了 所以呢 他们就想在网上找点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这样的 哼 文青 你当心被骗啊 现在社会上的人很复杂 别轻易心 行了吧 你懂什么呀 你啊 我们呀都已经见了好几次了 过两天 我就带他来家里吃饭 姐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最近出的男朋友 沉 哎 姐 这品银在哪里 有 这可惜快 快快坐 哎 这位就是容容姐吧 你好你好 轻轻 他不会就是你跟我说那个 赖在你家的那个废物姐夫啊 对 是他 这两年一直都没有工作 最近才来我家上班呢 哦 哎 我说姐夫 如果他你也家干不下去 你可以到我手下来上班 我这公司 怕把人几工都想进呢 是吗 这么厉害 咱们 是哪家公司 是吗 这么厉害 敢问 是哪家公司啊 你们这些小地方还可能还不知道 去海州一打厅 都知道我们家公司 是渊矿业 哦听说过还挺厉害的 那你家里是做矿产生意的 那当然了 无人家公司啊 是全省矿业里面数一数二的 是吗 那一定很赚钱吧 哎呀 还行吧 每年赚个几十个亿 哇 小不谦虚了 啊 对了 我听文青说 你有十几辆豪车呢 还上新闻了 这么厉害呀 那都是小意思 我平时很低调的 只不过那天 碰巧遇上了 我觉得啊 要惩罚他一下 就叫人把车开了出来 没想到还真火了 真是没办法 哎呀姐 你就别问了 现在无成哥呀 很低调的 现在有钱人都很辛苦的 当时网上爆火的跑车地 明明是我 这小子还真会扯扯 有模有样的 哎 对了青青 今天啊 我还特意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给你看看 这表 可是我爸从国外带回来的 全世界都有名 伟大里的 99年新建华 全世界只有两个块 喜欢吗 嗯 喜欢 谢谢你宝贝 这表 看着有点眼熟啊 这表 看着有点眼熟啊 那当然了 你在电视上见过是吧 今天啊 就让你长长见识 哎 哎 这假货还真多呀 这可是匪大里的99年全球纪念塔 全世界只有两块 另一块 在冀国王妃手上带着呢 维安明这个废物 能买到匪大利的纪念款啊 真会拿假货糊弄人 就是 你还是王妃呢 容姐 我以前可真没看出来呀 我拿这块表 那是因为我认识匪大利在亚洲的执行总管 他送给我的 姐夫啊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容容姐多漂亮呀 你送他块假的 真够丢人的 匪大利的手表 好 假货是挺多的 不过 我恰巧知道 这种表的其中一种特征 那那那那我比你知道 那 你能说说吗 这比如说 材料上 嗯 做工 算了算 你不懂 我跟你说不清楚 不是这样好 据我所知 真表采用的是蓝金宝石镜面 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材料之一 锤子杂都毫发无损 但是假表就不含一极了 这点 你知道吗 据我所知 真表采用的是蓝金宝石镜面 锤子杂都毫发无损 但是假表就不堪一极了 这点 你知道吗 啊 当然了 那 我们来验证验证 什么 你想砸我的表 那可是会有刮痕的 你赔得起吗 啊 真正匪大利的手表 靠锤子 是不会有事的 除非 他是假的 你怎么说换了这个人 啊 你们谁是假表 你你做些心虚 你碎口喷人 算了算了 为了一块表呀 不必要这么计较是不是 你做些心虚 大家都没吃饭呢 要不我们先去吃饭 吃饭 做什么饭呀啊 我请大家去海上饭店吃饭吧 哈哈不用了这么货费 货费什么 我在够餐 平时吃饭就在那里 我可是高级会员卡呢 这样 你们大家去吧 我今天 有点累了 哼 算你识相 本来也没想到带你去 那我也不去了 我在家陪恩明哥 老婆 你不用管我 跟他们去吧 我自己在家 是 就是嘛 龙姐 人多才热闹 那我也不去了 我在家陪恩明哥 老婆 你不用管我 跟他们去吧 我自己在家 没事 就是忙碌龙姐 人多才热闹 哟 这不是赵将的少爷赵盛吗 哟 认识我啊 小妹妹 陪你玩会儿啊 谁给你打他 这么多个说话 忍着 再勾他 可没几个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谁啊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你只要知道 我能让人管你 亲爱的 你忘了他是谁了吗 啊 不认识 高天的人我不熟 我混的可是海州的钱子 他就是上次在广场上被你教训的那个 你忘了 哦 是吗 你们他妈谁啊 看来你还真没找记性 那就让我来提醒提醒你 上次在广场的事情 你忘了 亲爱的你快告诉他 你就是上次的跑车弟 呃 你这家伙 你别再乱来了 快走吧 什么 你就这样让他走了 不得让他进宫道歉 还不道歉 对不起 不错了 这还差不多 下次再让我抓到你 你就没这么简单了 滚吧 还不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这还差不多 下次再让我抓到你 你就没这么简单了 滚吧 兄弟 怎么着这是 那妞儿呢 靠 走了 啥也别说了 我真的他妈倒霉 又碰到少爺那人了 谁 就那什么跑车弟 大千成那个 杨哥 你跟我去看看 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大神呢 别 大神不想太高调 要是我告诉别人他是谁 那我不就完了 我 我怀疑那个人根本不是他 我怀疑他 他妈去嘴耍我的 杨哥 你就跟我去看看 你再按出 不用走面 再按出了 上次那事你可把我害得够惨的 你不帮我 行行行 走去仇业 别太张扬了 大山好像没在呀 你确定是那窝 我确定啊 刚才这小狗子就在这儿 原来他们耍我 靠 你帮我去叫人 我在这儿盯着他 我确定啊 我确定啊 这几个人玩着了 这几个人玩着了 我今天整起他了 刚才这小表子就在这儿 原来他们耍我 靠 你帮我去叫人 我在这儿盯着他们 这几个人玩着了 我他妈今天整起他了 告诉你们 刚刚吴晨哥 教训了一个花儿代 厉害吧 没事 那在后不知好歹 上次怼完他 他还不打记性 这次啊 不能改一次 吴晨真厉害 我妹跟了你啊 我就放心了 好 你是谁在干嘛 你们找死是吧 看清楚了 这是我男朋友吴晨 在这儿惹了他 你们谁都别想好过 是吗 我找的就是他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妹妹 他们谁啊 我是谁 哎 他俩很 刚刚不是很认识我吗 饶死是吧 我男朋友上次 没教训够你是吧 吴晨哥 打电话让人怼他 这儿像王子哪 真惹出事 是是是是 这么厉害啊 这娘们也是做错 非要把他自己的全去惹事 这不坑人吗 吴晨 说话呀 你不是圣元矿夜少东家吗 立法打电话呀 什么 圣元矿夜少东家 那边老板姓周 老子跟他们认识 刚装完跑车地 现在又装圣元矿夜少东家 你他妈胆子不小啊 什么 怎么可能 好啊 原来你都是骗我的 你个人渣 你他妈胆子不小啊 什么 怎么可能 好啊 原来你都是骗我的 你个人渣 你他妈胆子不小啊 别他妈演戏了 敢胆子不小啊 说说吧 今天这事你们想怎么解决 喂 你适可而止 别太过分了 过分 我还有更过分的事想做呢 今天 你们想出去 就得从你们三个牛中间 选出来一个陪我一晚 不然 我让你们家破人亡 大哥 大哥 这事 这事跟小弟无关 怎么都是这娘们逼我的 你让我先走吧 你他妈冒充跑车地耍老子 还说与你无关 我告诉你 今天 大千城的少宗家就在这 真他妈着急 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一下 三分钟之后 选不出来一个 那就全部带走 一起玩 这可怎么办 咱们家惹这么大货 都是因为这个家伙 要不赶紧给咱爸打电话吧 这可怎么办 咱们家惹这么大祸 都是因为这个家伙 要不赶紧给咱爸打电话吧 姐那可是赵家 现在高摊的两大支柱家族 你给咱爸打电话 有什么用啊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让他去 南青 你说什么呢 你结婚了 我还没结婚呢 我要出了事 我还怎么嫁人啊 你都结婚了 你害怕什么 对 妹妹说的对 姐姐你去吧 你在给谁打电话 谁打话有什么用呀 只有三分钟时间 你别磨叽了 给我的安明哥 什么你疯了吧 再给那个废物打电话有什么用 安明哥 我们遇到麻烦了 三分钟到了选好了吗 好了 他他赶紧你 他答应了 文秀你闭嘴 姐刚刚说好了的你干什么 行了 他们都选你了就你跟我走吧 我呢 我呢 这种 这种 这种你赵爷我的名字 你赵公子 别做太过分了吧 这事就这么算了 你要来 我就算你一个 不来就滚 别打扰你赵爷的眼睛 赵公子 别做太过分了 这事就这么算了 你要来 我就算你一个 不来就滚 别打扰你赵爷的哑书 赵兄 你这就太不给面子 我好歹也是大虔诚的少东家 怎么的 你大虔诚少东家很有面子吗 在我赵家面前算个屁呀 上次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滚蛋 走吧 别带你换个地方玩 你别过来 我有老公的 你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又他妈拿男人压我 你看到刚才那个男人的下场了吗 你老公算个什么东西啊 走 哎 明爷这么巧 程东阳 那个赵公子在哪 他 他在上面呢 他带了个女人上去 你做一些不谈的事 带我上去 不好解我 那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整个全高胎 想被我睡的女人排着队 我这里给你脸 你还不干系 我加上理 我就是给你脸 我都差 你还不赶 还不克服 我对 我主持人 我再给你脸 你还不 flag 我还不跟虚 你还不 вниз 我再给你脸 我现在就怪我 cran 你他妈谁呀想死啊 他才是真正的大神 他才是上回那个跑车的 你快闭嘴吧 没用的东西滚蛋 我才不管你是谁 你有多少钱 再高他 谁都得给我赵家面子 我说 你别过来啊 你来过来我就弄死他 救我 明哥 救我 明哥 哈哈 啊 啊 没事的 乖啊 我在 我老婆出去 好 明哥 你别乱了 我就是跟他谈点事情 很快 你别乱来 我没事呢 放心吧 我就是跟他谈点事情 我就是跟他谈点事情 很快啊 你别乱来 啊 啊 啊 你还有什么意义啊 你不能杀我 我是赵家独苗 你要杀了我赵家不会放过你的 海家我都灭了 差你赵家 你放屁 我不信你能灭了海家 什么 什么 原来海家 也是我的名秘 这个男人 到底是什么人 身心下完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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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进来吧 沈奴阳 看来我平常对你的教导都白搭了 你竟然跟这种垃圾为伍 进来吧 沈奴阳 看来我平常对你的教导都白搭了 你竟然跟这种垃圾为伍 明月 你听我解释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时候什么饭局的 脱不开身 刚刚 他都发了疯似的 我拦都拦不住 行 这次 我就先原谅你 今天 这里的摊子你来收拾 记住 不要让别人知道我 能做到吗 能能能 今天的事我已经烂肚子里 死都不说 恩明哥 你没办法怎么样吧 不是赵家的少爷 我能不能对不起 老婆 在这个世界上 你只需要在意你自己 别人都不重要 我吃得了 冷雨照照情报 订阅的声音为你 那冠歌风雨天 仍和你一期